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和大家由北潭坳,京土瓜屏,去到黃石碼頭 土瓜屏是一個美麗又隱世的秘境 如果想輕鬆行山又有美景,就一起跟我來吧! 在出發之前記得點贊和訂閱我頻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首先我們看看地圖,我們去到北潭坳巴士站下車 走入物理浩徑2段,轉向土瓜屏方向 最後經黃石加樂徑,走到黃石碼頭 全程大概4公里,如果以正常的速度 大概2小時就可以完成全程 我當日在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乘搭96號R,去到北潭坳站下車 大概1小時多車程,就可以去到北潭坳站 向車堂方向走,前面也有洗手間 整頓一下就繼續遇下行程,走吧! 我們過對面的馬路 在洗手間旁邊,有售賣飲品機作為最後的補給 一切都準備好,我們就在這裡出發 北潭坳可以說是香港熱門的遠足活動起點 是物理浩徑2段的終點 也是物理浩徑3段的起點 由北潭坳開始,最後去黃石碼頭離開 看著外面就是海景 現在暫時就有船車轉 沿路都是清風送鎖 這個分岔路口可以到北潭坳營地 最近都多了人行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上山和下山的時候 膝頭都會受到一些壓力 從而產生痛楚 如果感受到膝關節有痛楚的話 身體已經對我們發出了信號 體內的軟骨和滑翼 在不知不覺間磨蝕或者流失 我們可以飲用水一寶的關節4D奶粉 他們是真正全港銷售銷量No.1 會選一定選它 他們的專業醫學配方 連骨科醫生都誠意推薦 添加7大強化修補關節元素 葡萄糖胺 軟骨素 有機瘤 和骨膠原 有助修復退化關節軟骨 亦都加添足鈣質 修護骨甲 產品是獲得FRC 用家調查報告證實 90%有效改善關節痛 是香港醫學會認證產品 醫學級數成分 很多專業的運動員都有喝去的 接下來的12月14日 更加有萬寧出位價優惠 詳情可以參考水一寶的官方網頁 我們今天所走的路 大部分都是鋪設得很好的行山景 我們起步的時候 大概爬升95米之後 就開始下山 在這裡可以看到黃石碼頭 和高堂口一帶的景色 由於山面還山 高堂口一帶的水面 都是十分平靜的 由於山面還山 高堂口一帶的水面 都是十分平靜的 我們今次所走的路線 樹蔭都好多 加上起伏不會太大 所以走上來都幾舒服 來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分岔路口 在這裡可以去到赤徑 甚至咸田 而我們今次就是去黃石碼頭 陶經土瓜瓶 一直都是下山 非常之容易走 而且路鋪得很漂亮 大約走了40分鐘左右 就會到達土瓜瓶 土瓜瓶昔日 是一條漁村 但是今天已經人去樓空 是一條荒廢了的村落 其實在土瓜瓶建村 至今已經超過200年 50年代這裡就最頂盛 村民有成個百人 但是在60年代尾 由於要興建萬移水庫 而附近需要截留 由於在土瓜瓶村附近 是沒有山溪 和河水可以種植農作物 令到農田斷水 不能夠再耕種 所以村民都要被迫出外謀生 漸漸這條村莊都被荒廢 也因為這樣 在村落附近一帶 未受到太多人為的破壞 令到這一帶的原生植物 和紅樹林都比較多 這裏擁有平靜的海岸風景 給人一種舒適的感覺 是一條適合親子 認識海岸生態的路線 土瓜瓶 這裡很漂亮 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村籠 按住個股 拍攝航拍真是一流 好像去了一世外桃園 有一個方法 在這裏還可以見到怕醜草 我一眼就認得你了 忍不住刺下你先 來到土瓜坪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打卡景點 就是這裏的碼頭和燈塔 我們回到村口 這個方向向右邊走 大概走多4-50米 就會來到一個小碼頭 由於這裏的海面是十分平靜 如果好天氣的話 很容易會拍到天空之鏡 我們現在離開燈塔 然後去黃石碼頭離開 這個碼頭很漂亮 很平靜 這條路很漂亮 很多紅樹林 有點像綠頸去谷布那條路 剛剛出現太陽 比我們剛才還添陰陰 放火化的時間 但現在我們離開的時候 就有太陽 藍天白雲家 南海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向上走大概500米 就會到達土瓜坪的巴士站 那裏可以搭車離開 而我選擇向下路 回到黃石碼頭的方向 大概還有1.5公里 在碼頭前 都要經過這段山路 上少少山 總體來說都很輕鬆 只有最後這段路要上山之外 一直都是下山的 途經黃石交樂徑 雖然這段路會比較遠 但可以上到較高的地方 稍後的時間就可以看到 賽馬會 黃石水上活動中心的風景 由於我們已經走進了黃石加樂徑 沿途的指示牌都很清晰 完成了黃石碼頭的路段 都很好 輕鬆郊遊 一開始就下山 跟著就平路 最後就上一段少少的山坡 看到風景都很漂亮 海景 現在在群山裏面 離開土瓜坪之後 慢慢地走進去 慢慢爬升50米 其實都是相當輕鬆 途中都有休息的位置 最後來到這個黃石交樂徑 有兩張這場 但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有點山風 在這裡可以看到 賽馬會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可以看到很多人玩風帆 和滑水等等的活動 一路走 我們最後會回到黃石碼頭 那裡有三輛巴士 分別是94號 289R 96號R 但其中29R和96號R 只會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提供服務 幸好我一去到碼頭 就已經有巴士準備開車了 今天的路程非常輕鬆 而且風景都很不錯 就算夏天來也很適合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小鈴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